自918事变后 日军在沦陷区推行渔民政策和奴化教育 企图泯灭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用大东亚共荣圈 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等美化侵略美化殖民 对反抗人群血腥镇压 在日军的军事政治高压政策下 沦陷区的中国民众饱受磨难 让我们跟随历史镜头一起看一下真实的影像记录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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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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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